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菌进入到外耳道里并大量的繁殖引发的一些耳部的症状 真菌的症状比较的不典型 仅仅靠描述是没有办法判断 一部分患者没有症状 就是看真菌分布的量 量少的话完全可以没有症状 即便是像这种堵塞成这个样子的话 他的日常生活交流完全正常 并没有说因为真菌而导致了日常沟通的障碍 一部分真菌量多的话能察觉到耳闷耳朵 一些人会觉得耳朵很痒 有的是有肾出 有液体的流出 一部分还会觉得自己有的人频繁去掏耳朵 觉得自己耳内的偷出的东西会特别的多 有的甚至直接都能看见上面白色的 或者黑色的菌丝 但是只是一部分不代表全部啊 真菌性外耳道炎啊 其形成啊 刚才其实在我说的前几句话里就已经提到了啊 这个真菌的形成就是外界的真菌 并原体啊 进入到了外耳道内 然后在这个局部狭窄的空间 大量的繁殖啊 开始产生这种 真菌的代谢物 真菌的菌种不同啊 外观形态也差别比较大啊 这种是比较典型 白色的这种菌丝啊 菌团或者叫真菌结佳啊 怎么称呼都有 呃还有一些是发黑的啊 另外有一点一部分是 呃黄色的都有 白色灰色啊 这种没有在使用第二页之前 是比较容易区分的啊 有一些呢 会被当物认为是呃 外耳道的丁宁 被当作丁宁栓色去做处理的时候 使用了第二页 然后一浸泡 这个就不太好区分了 因为这个东西一旦被液体泡开以后 就去失去了真菌自己 比较独特的这种特点啊 他这里边这一层白毛啊 是比较典型的 像这个病例 其诱因非常的明确啊 基本上看一眼就知道啊 在什么地方被传上的 自己的话一般拿棉签套耳朵很少会形成这么 范围广泛啊 从外耳到口往里满满的铺进去 一直铺到骨膜表面一层 这个人是双耳朵 两个耳朵都是 所以说啊 一次治疗结束以后 为什么很多人老是觉得真菌不好治呢 大多数人啊 除非极少数他的个人体质问题啊 或者是外耳道局部解剖的问题 大多数就是后续的这个病因啊 始终存在啊 不断的去有这个真菌的进入啊 所以我们普通人啊 你本身没有特殊的耳科疾病的 人啊 对耳朵最大大乎就是别乱去动耳朵啊 瞎掏耳朵 棉签瓦耳朵子 不要进去乱动啊 尤其是洗完头洗完澡以后啊 如果说觉得耳朵里有水啊 大部分可以自然干燥 像北方的话 这个秋冬季节比较干的话 基本上就自然就干燥了啊 有些可能地方确实潮湿度比较大 觉得不舒服的话 可以用吹风机去烘干啊 不要去用棉签去擦拭外耳道里的水 这是一个基本的生活习惯啊 一定要有这个 另外呢 平时不要老是去 长期佩戴这种耳塞式的耳机啊 入耳式的这种耳机啊 这是它形成真菌的另外一个条件啊 局部环境的问题吗 这个我们绝大多数疾病形成有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这种 各方面因为像真菌 它这个外道适合真菌的这种阴暗通风的这种情况 一般是没有办法彻底解决的 我们只能是尽量的去回避啊 把真菌带入的这个 因素 好 今天的视频内容到这结束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周四再见 谢谢 谢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